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大量证据显示在那里发生了轰动世界的UFO坠毁事件 但事情真相却被美国当局掩饰至今 1966年1月20日 一个看似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下午 巴西一个城市发生了当时震惊全球UFO爱好者的飞碟坠毁事件 据当时在现场的目击者描述 该飞碟外形像一个雪茄 有三辆汽车那么大的体积 当时坠毁在一个农田 据当时的巴西媒体报道 抓到了几个从坠毁的飞碟中出来的外星人 好像还逃跑了两个 接下来不断有市民打电话报警说 自己家附近有外星人出没 或者自己看到外星人 然后当警察赶到现场后 发现基本上都是一些野生动物在导弹 而另一个传言表示 巴西军方在当天抓到了逃跑的外星人 有很多在抓捕现场附近的目击者观察到了 甚至还有人用石头攻击当时的外星人 当地雕塑 历日也就是1月21日下午3点30分 当时天上乌云密布下着大雨 有三个年轻女孩 莉莉安 图左侧 她的妹妹 瓦尔基里图中间 还有朋友凯蒂图右边 三个姑娘逛完街拿着伞走在回家的路上 离家不远了 在大雨中 她们看到好像人一样的东西 蹲在街道旁边的墙角那儿 她们走近一点想要看个仔细 这时那个人突然回头了 姑娘们这才发现 长过头的这个人长得跟正常人完全不一样 她有一双巨大的微微冒着红光的眼睛 大约1.5米高 头上有三个凸起 褐色类似爬行动物的皮肤 而且周遭还弥漫着有刺鼻的味道 报告说 当这三个姑娘看到这个恐怖的人后 再想到最近的外星人传闻 立马被吓得惊慌失措 落荒而逃 三名女孩向调查人员表示 当时那个怪物看起来好像有点生病 或者受伤的感觉 蜷缩在角落里 身体不断的微微发颤 眼睛里的红光也忽明忽暗 然后这起传言又另展开序幕 又有人声称 在医院某个秘密病房看到了这个外星怪物 而且好像已经死亡 经过秘密检查后 她被政府机构送往美国 接受更进一步的调查 当时由于引起的社会舆论太大 对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了冲击 巴西军方不得不介入调查起这件红眼外星人事件 巴西军方调查人员经过几天的走访调查 得出了调查结论 他们认为 三名女孩看到的红眼怪物 实际上是住在附近的一位34岁 聋哑脑瘫的残障男子 由于当天下雨 她身上裹满了泥巴 又蹲在墙角 所以女孩们才看到了褐色皮肤 蹲在墙角的怪物 一位军方调查人员通过走访周围居民查出 事实上这三名女孩平常走这条路的时候 也经常可以看到这名残障男子 周围居民甚至目击到 其中一名女孩给过香烟给这名残障男子 所以调查人员推论 可能当天都在报道正在追捕外星人 这几名处于青春期的少女 为了博得人们的关注 于是谎称遇到了外星人 毕竟当时的巴西青年们认为 被人关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UFO专家的调查报告 当时其实有很多人对军方的调查结果不满意 或者说表示质疑的 他们认为军方掩盖了事实真相 巴西有一位著名的UFO专家 奥里奥帕卡西尼 曾在1999年发表过一篇 对这起外星人事件的调查报告 UFO专家的比较图片 在调查报告中他表示 他到现场去看过 也接触过那位残障男子 认为该男子的所有特征 都跟红眼外星人对不上号 而且该男子虽然残障 但是不是完全的傻子 他可以自己穿衣 吃饭 洗漱 打扫卫生 知道每天睡在床上 怎么可能会在一个暴雨的下午 裹着一身泥 蹲在墙角色色发抖呢 而且军方绝口不提关键性的红眼睛 这起事件中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 此外 当时传言这个红眼外星人被军方捕获 被秘密送到医院的时候 有一位病理学家名叫 弗托纳托 巴丹斯负责解剖验尸 被这起外星人被抓的故事里 很少被确认姓名的这位医生 经过16年 在2012年终于公开回复了一位UFO研究者的询问 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外星人 更不可能去解剖外星人 这是这名病理学家第一次公开澄清谣言 他表示所谓的飞碟坠毁红眼外星人事件 都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推波助澜 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自己都没有看到过外星人 怎么可能去解剖 当年这三位出境风头的女孩有的早已结婚 他们可能没有考虑到 当年的恶作剧会造成如此大的波澜 并且直到现在 有的人还陷在这起事件的私迷当中 红眼外星人的事件还在继续 1996年1月20日 凌晨在巴西的瓦金尼亚市 又发生了一起UFO坠毁事件 很多UFO专家认为 这次事件无疑是罗斯威尔坠毁事件的升级版 其过程和情节更令人排案惊奇 1996年1月19日午夜 北美防空司令部警告巴西防空和空中交通控制中心 有不明飞行物从外太空坠落到巴西境内 这是由巴西空军基地的第六科 一名雇员马尔收到的信息 当地消防局证实 他们在1月20日曾接到报警 并及时赶到了事发现场 1月20日凌晨1点半 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南部的瓦金尼亚市附近的一个农场 当时住在那里的一对夫妇和一个工人 被农场的乳牛和羊的杂草声惊醒了 当他们望向窗外 看到了一个无声的没有灯光的飞碟 从农场一侧飞快地移动到另一侧 据他们描述 飞碟像是一个潜水艇行的小巴士 周围弥漫着冒烟的雾帘 在飞碟下落的过程中 还有另外几个人也发现了它 据目击者们共同描述 飞碟在下落的过程中燃着火 或者火焰 1月20日清晨 有人看见飞碟被装在一辆平板托车上拉走了 事件发生后 另一个目击者又站出来说 我住在距离市中心20分钟车程的地方 就是山脚 大概是凌晨快2点钟的时候 我被外面的爆炸声惊醒了 感觉就像是炸弹爆炸了 我看见山脚附近有巨大的火光 现场离我的房子不远 我立即打电话给消防队 可是电话没有人应答 没过几分钟 我看见有三辆军用卡车跟着消防车来了 当时空中还有一辆直升飞机 我看不到什么细节 只看到大火和坠毁的残河 有几个到过现场的军人说 他们亲眼看到了那艘不明飞行物的残河 残河散布在4000多平方米的范围之内 还有众多的目击者描述 当时在坠毁现场找到的每一片残河 均被军方搜集了起来 被送上了一架没有标记的运输机 但运送的目的地却没人知晓 活捉从飞碟里逃出的外星人 巴西的UFO研究人员在事件发生后的十多年间 一直对此次UFO坠落事件进行秘密跟踪调查 他们发现在这次坠毁事件发生后 前后大约有6名从飞碟里逃出的人被捉拿 其中2名被活捉 4名死亡 一个名叫罗德里格斯的农民说 他看到了当时有不明生物从坠毁的飞碟里爬出来 后来还看到军方在消防员的配合下 从坠毁现场带走了某种东西或是什么人 据巴西消防部内部秘密众人透露 1月20日上午约10点半 消防部门和军方采取了第二次军事行动 并开了两枪 其中一个士兵开枪 击中其中一人胸部 此人瞬间死亡 现场附近还有更多证人表示 那时他们确实听到了三声枪响 随后士兵从树林里带走两个一动不动的运尸带 他们猜测应该是两个死亡的从飞碟里出逃的人 调查还发现在1月20日晚上11时左右 军队在市区公园附近 又活捉了一名受伤的人 这是一次严密的搜捕行动 由军队与便衣特务到场 使用的是民用车辆 有人看见这名被活捉的人被关置在一个木箱里 用白色塑料帆布严密的覆盖 让人无法看到里面的状况 目击者称 那些被活捉并受伤的人 被立刻送到了离出事地点最近的医院 但实际上 这些人被送到了一家医疗设备更先进的医院 后来有人还证实 这家医院的妇产科那天关闭了几个小时 而那些被活捉 大眉受伤的人 据说已经被直接转移到 巨市区25000米的一所军事学校 在随后数天 总计有6名活的和2名死的人 被移送到某个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